好 从今天开始呢 我们来学习教授的第四章 建设跟从招标投标 这一章的内容 那么这一章呢 它的考虑大纲里面呢 列出了四个方面的内容 是招标方式与程序 招标文件的编制 评标与定标 以及跟从投标策略与方法 大家注意你从大纲里面来看 其实它给出的这个时间范畴是什么东西 就从招标开始一直到定标 它就只是到定标 实际上我给大家强调 我们第四章叫建设跟从招标投标 那么应该说不是特别的准确 为什么呢 我们招标投标只是发承包的一种方式 我们项目的发承包 除了招标投标之外 那还可能有别的一些方式 对不对 当然这个地方它考试最多的 肯定是考招标投标 我想在这里给大家强调一个什么观点呢 就是说我们这一块内容 实际上它考试的时间的范畴 在考试的工程 它可能是从哪个节奏考 从开始发售招标公告 就是招标这个地方 就招标方式的确定 这个地方开始考 一直到最后我们签领合同 这是我们说发承包节奏的内容 发承包节奏的终止是到双方签约 也就是说在定标和签约之间 这个地方还有一段时间 对不对 这个地方实际上在我们19年20年的考试里面 它有所体现 所以大家注意 也就是说我们关于这一章的内容 实际上它的节奏点就是我们证标签约合同 这是一个时间阶段 那么具体的基本支持点 实际上在考试的时候 大家要注意 它的核心的主要内容有两大块 一大块是什么 你既然考试招标投标 那一定是基于什么 我们招标投标法 及其实施条例 这里边以这两部分的内容为主要的载体 那来涉及到一些什么 招标投标的程序 平常定标的一些具体的规定 以及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 那么除了这个之外 因为我们工程的招标投标 我们考造假公司 它往往跟什么 采用清单计价对政府投资项目 采用清单计价 或者采用国有资金的项目 采用清单计价 也说还会深入一些 更新的清单招标的有关问题 这个与更新的清单招标的有关问题 每年也是有所设计 实际上也就是靠清单计价规范的内容 靠清单计价规范的内容 好 这是与我们所谓的招标有关的内容 当然我们说招标这条线上 相对就是什么 后面还有评标定标 先和同这些环节 那么这是站在这个角度 如果换一个角度 那就是什么 那就是投标 站在升起的角度 那就是投标 那你投标的时候就是什么 投标报价 你的一些投标报价的一些策略 一些技巧 这个实际上主要一些基本概念 能够理解到位就可以 这个倒没有多难 这都是一些定性的分析问题 当然我们说 在评标的过程中 还可以采用增和评分法 或增和评分法 你增和评分法 实际上就是一个定量计算 这种定量计算 实际上是一个 正确成就会做的数研引体 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也说这一张里面 可能会有计算题 但是计算题 一般而言 不会非常的复杂 不会非常的复杂 除了刚才说的这个评标 这个地方计算之外 还可以怎么样 我们进投标的时候 因为你投标就有投高标 低标 那么投高标和低标的时候 它证标的概率等等怎么样 还可能会有一个 引入期望值 来进行计算的问题 也没有到达问题 当然我们教材里边 还有案例是什么 在投标的过程中 如果考虑资金的实验价值 或者评标的过程 考虑资金的实验价值 那么又有一个所谓的 评标限制的计算案问题 那个东西它的实质 实际上就是我们说 限制的计算案 但是多年来也不考它 为什么 实验中 虽然我们说 可以作为一种方法 因为在实验过程 用的非常的罕见 为什么 因为我们整个 更生进度款的支付 无论是比例还是时间 都不是严格 按照合同预定进行的 所以说算那个东西 也没有太大的意义 所以说对于这一张而言 整体而言 它的基本知识点 那么主要内容 从文字性角度而言的话 最核心的 就是招标投标法 几十日条例 再加上青年假规法的条文 这是三个最核心的东西 当然我们还有什么 七波伟的三十号令 就是关于评标 那个赞金管理办法 大家要注意 在这个地方 没有关系 我在后面学习的时候 我们采用的办法是什么 是有关的法条 就是法律法规 规章的条文 学习法 为什么我们看条文 不去看教材 我们的造家管理教材里边 他也写了很多内容 我们的技术教材里边 也写了很多内容 因为那个东西 就是教材里边那些东西 实际上是我们编写 编写者的 已经加根过的 远没有看条文 我们更清楚 所以大家要注意 也就是说我们后面对基本质量的学习 我再给大家拓展地说 是运用了条文学习法来进行的 也就是说我们在后面讲课怎么办 会给大家讲 具体来讲 这个条文 这一条背后 它可能有哪些故事 当然我不是跟你讲诗意 我只是告诉你 这个条文 它后面可能会结合什么东西来考你 你要把它理解到位 一定要注意 如果让你自己去看条文 摔给你的话 一些关键词 你可能都把握不住 同时我们讲 正是因为这个条文 它简明额药 你如果只是看条文 不去做箱的题目 你可能也不知道哪些地方容易出题 所以说这一章 我们采用了学习的方法就是什么 条文学习法和典型案例学习 想结合的方法 这一章 大家要注意 你说难不难 那应该说在这六章里面 是最容易大家入门 最容易来学习的一章 但是并不意味着这一章 你就相对容易的 轻松的得一个很高的分数 相反 这一章相当满分 尤为困难 为什么呀 说你不知道吧 你大概都知道 但是有没有打准确 不见得 因为这一章里面 它考试的时候 我会有一些文字性的考核 它考的点 也基本上都是在我们实际工作的工程 大家很容易模糊的 有非常重要的一些内容来考虑 也就是说呢 我们这一章的题目的命题 往往怎么样 在实验程中又找到它的影子 那么这个时候 那你想呀 你可能就42分的 这个怎么样 你知而到不出 你知但不到 或就是知而不能到 什么意思 问你是否妥当什么理由 不妥 好 知 什么理由 到不出 不能到 为什么 写不准确 那怎么办 这就是我为什么要给你看 原文的原因 我们怎么办 要把原文的一些内容 要一字不错的给我背过 尤其是一些关键词 你只有去记忆了一些原文 你打起的时候 那你才能够非常的精准 所以大家要注意 像这一章的内容 既然学习起来的难度不是很大 那么相对而言 你一定要记忆一些关键词 同时我给大家强调是什么呢 这一章我们在19年的时候 出了一个完整的题 我们第二章都没出题 19年的整题里面 就我们考顺讨卷的里边 19年的时候都没有出题 那么其实你一定要注意 不要觉着我们招标投标 这一章不重要 其实对我们施工项目而言 发尘毛减入的造假管理 是非常重要的 它是对我们后期的施工过程 以及最后的结算 起一个通领的全局的作用 你也不要以为我们招标代理不重要 只是我们现在的招标代理 业务在执行的过程中 它没有更多的去做合同管理的咨询 它只是走了一些招标投标的程序 那我个人说的不客气一点 可能是程序性有余 而专业性不足 也就是说呢 它没有起到我们曾发出什么结论 进行有效合同管控 投资管控的这样一个 实质性作用的这样一个咨询方 这是我们招标代理目前存在的一个短板 也正是因为这个问题 你注意我们现在搞全工程更成咨询 搞全工程更成造假咨询 那你想一下 我们的主理点应该怎么样 我们如果哪天把招标代理 和我们的跟踪造假咨询服务 以最后的结算 这三个环节如果捏在一起了 你想一想 那你的责任数据单一了 我们还能不能简单的说 招标代理结果编了个清单不准确 你编的不准确 最后结算的时候 给检方造成了投资失控 那这就是你自己方的责任 这就有利于责任的单一化 我们先不用说 贼弄的时候 从这个前期的投资决策阶段 就开始搞全国程 你先从发出什么结论 到最后的结算 这个环节上搞全国程 这就是行业的一个很大进步 你有没有这种水平 大家要注意 你不是不行吗 你不行我就考你 为什么呀 因为命题的时候 我们的题目 它要体现一定的行业的前瞻性 很引导性 所以大家你要注意 要注意这个方面的问题 也就是说 它强望我们招标投标的 一些内容的考核的深度 以及灵活性 或者每年都要确保一定的分数 它是有一个 我刚才分析了这样一个 行业的产业背景的 所以大家注意这个常识 那么常识的提醒 我们说改错题 分析题 个别的时候有简单题 计算题有说有 多边说没有 更多的情况就是改错题和分析题 这是我们说这一章里边 它常见的提醒 好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第一个模块 就关于招标投标 关于招标投标 我们在这里列出来的 都是要求各位要掌握的 也就是说 我们考试的广告 可能会涉及到的一些问题 我把这些条文中的 这些相关的法律 法规 一章里边 涉及到的一些内容 给你讲完之后 你再去看教材的点心案例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它所有的问题都在我们这个框架里边 为什么呢 因为作为国家级的考试 它要出这种题目 它必须要有依据 依据是什么 就是法律法规规章 法律法规规章 你要注意我们政策 因为它是一个不太稳定的东西 一般情况下不会纳入考试 大家注意 好了 这是招标投标法 招标投标法实质条例 这是两个 再加上什么呀 我们有一个法改委的16号令 必须招标项目的更终 招标的更终项目的规定 这个非常的简单 这个非常的简单 这是16号令 下面 七部委的30号令 就是工程建设项目 施工招标投标办法 你要注意它也是一个不令 我们平安委员会和平安办法暂行规定 它也是一个不令 12号令 七部委的12号令 大家要注意了 也说在这里你要注意一个什么问题 一法一条例 三令 这是这五个方面的内容 这是招标投标有关的内容 当然我们后面还要讲 前来几家规范的有关的内容 这是我们首先从法律法规规章这个层面来讲 相关的内容 那么个别的一些内容 我可能会做一个融合 但主要的时候 主要内容 我会尊重 那么我们这个法条的一个原汁原味的东西 也就是说不加工 直接看条文 这个我们要求各位 你把这一块内容 这个讲义打印出来 一些比较照应的内容 尤其我想用我的证点分析的 说是处理平均比较高的内容 你一定要去认真的背一背一些关键的词 其实这一块内容 对提升我们的这个咨询服务的水平 是非常重要的 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首先来看招标投标法 那么招标投标法里边 它首先给出了一个必须招标的范围 大家要注意这个范围 因为是一个原则性的 考试的时候它很难考 所以说关于招标的必须招标的范围 我们是以16号令 发改委的16号令来进行讲的 大家要注意这个地方是需要大家知道的 为什么你一定要知道这个东西 必须招标的范围呢 因为大家要注意 我们有人讲 如果说这个项目不需要更开招标 它还考什么 不需要招标它还考什么 你说的是正确的 没问题 你说如果这个项目不需要招标 它还考招标投标吗 逻辑上就错了 但是各位你不要忘记了 在我们十年的过程中 有一类特殊的东西 叫攒估价 那么攒估价的东西 它就分材料设备攒估价 还有专业工程攒估价 那我就问大家 攒估价的东西要不要公开招标 这个时候放弃欠进来 考它就是一个非常好的角度 所以说关于我们讲的 这个必须招标的 更重项目的规定 这个地方是一定要理解好的 你看一下它是怎么说的 说全部和部分实应国有资金投资 或者国家融资的项目 包括什么 实应预算资金 200万元人民币以上 并且该资金 占投资额百分之以上的项目 你要注意这个地方 该资金占投资额百分之十以上的项目 它有两个条件 同时具备 200万以上 实应预算资金200万以上 以及什么呀 并且占比例百分之十以上的项目 第二什么呀 国有 实应国有企业 事业单位资金 并且该资金占坑股 或主导地位的项目 坑股或主导项目 但你要注意 这个坑股或主导地位 它只是一个定性的描述 这里它没法给出一个具体的比例来 你要看清楚 它将来考试的时候 它一定会说清楚是 有没有所占坑股或者主导地位 这是大家要注意的 第二句话 那么下面你看一下 实用这个第三条 实用国际组织或外国政府贷款 援助资金的项目 这个我们就不在这里重点看了 这个不作为重点 这个不作为重点 我们现在再来看它的第五条 也就是说 你要注意 我重点分析的这几条 往往是最重要的 第二条 你就单独划出来 那我们再来看第五条 第五条 第五条条是这样说的 说本规定第二条 第四条规定的范围内的项目 其勘察设计 施工简理 以及与工程建设有关的 这样设备材料等的采购 达到下列标准之一的 必须招标 这才是我们必须招标范围里面 最核心的内容 必须招标 你看第一条 施工单向合同估算加在 400万元人民币以上的 好 施工合同400万元以上 第二条 正要设备材料等货物的采购 单向合同估算加在 200万元人民币以上的 200万元 第三条 勘察设计 简理等服务的采购 单向合同估算加在 100万元人民币以上的 好 这种服务是100万以上 那么你注意这单向 只要达到其中之一 你就必须公开招标 大家注意这个常识 注意这个常识 说同一项目中 可以合并进行的 勘察设计 施工简理 以及与工程建设有关的 这样设备材料 设备材料等的采购 合同估算加合计达到 前后规定标准的 那必须招标 你如果合并在一起 达到上属标准的 也是要公开招标 好 大家要注意 这是必须招标的一个范围 这个第五条 是必须要掌握的 是必须要掌握的 当然它有一个前提 是指的什么 我们一定要在我们第二条 第四条的定性的框架内 你比如说 施工合同现在500万 是必须招标 你如果房产投资 这项目 民企业投资项目 和事物是必须公开招标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前提 一定要注意这个前提 我们的前提一定是说 第二条和第四条 范围内的 所以大家注意这个常识 当然我们考试 更重要的结合是第二条 因为这个第四条 以第三条 它不太好去界定它 一般情况下 它不会去这样写它 或者说 所以大家注意这个逻辑 好了 这是必须招标的一个范围 那我们现在来往下看 关于招标的方式 你要注意 你一定要注意 我们说招标投标 招标不一定是公开招标 邀请招标也是可以的 这是大家要注意的一个常识 就是我们招标的方式 分于公开招标和邀请招标 公开招标 是指招标人以招标公告的方式 邀请不特定的法人 或其他投标 那你一定要注意什么 公开招标 相对应的就是什么 相对应的就是招标公告 那么我们邀请招标 是招标人以投标邀请书的方式 邀请特定的法人 或其他投标人投标的 也说你一定要注意什么 公开招标 前期发布的是招标公告 邀请招标 前期发布的是投标邀请书 这就是最基本的专业常识 这是大家要知道的 那么再看下面这一条 那么我们招标人 采用公开招标方式的 你要公开招标的 应当发布招标公告 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的招标公告 应当通过国家指定的报刊 信息网络或者其他媒介发布 这是大家要注意了 就是你发布招标公告 你不能随便去发 你要发在国家指定媒介的报刊 一定是国家指定的 这个报刊 信息网络或其他媒介发布 这是注意的一个常识 那么招标公告 应当包含哪些内容 大家要注意 实际上从咨询的角度而言 这些东西都是可以考检查的 都是可以考检查的 或者说呢 他把招标公告的事项和招标文件的内容 给你混在一起 这是要注意的 在这个地方你可以注意标记一下 与招标文件的内容要进行区分 招标公告包含的内容和招标文件包含内容 它是有所不同的 你要注意这个常识 你看说招标公告 那公告引导载名招标人的名称和地址 招标项目的性质 你看这里说清楚了 招标项目的性质 数量 实际点和时间 以获取招标文件的办法等事项 那这里边显然就没有什么 就没有我们这个招标标准和方法 对项目经理的要求等等这些 那个在招标文件里面可能会有 是不是 大家注意这个地方 这是招标公告包含的内容 要体现招标项目的性质 注意这句话 再看下面第十七条 说招标人曾有邀请招标方式的 应当像三个以上 你一定要注意 邀请招标一定要注意什么 三人以上这个数据是非常重要的 是三人以上 大家注意这个常识 当然你投标警书 应当载名什么东西 跟我刚才讲的招标公告里面 那个内容是一样的 就是你投标警书和招标公告 他应当载名的内容 实际上是一样的 大家注意这个常识 那么再看下面 说招标人不得以不合理的条件 限制或者排斥前代投标人 不得对前代投标人 实行歧视性待遇 好 不得以不合理条件 限制或排斥前代投标人 这句话是一个重点内容 当然在实质条例里面 它会有一个进一步的细化 第十九项 招标人应当根据招标项目的特点和需要 编制招标文件 招标文件应当包括什么 好了 来了 从这边这个地方 把它划出来 招标项目的技术要求 对投标人资格审查的标准 投标报价的要求和平标 标准等所有实际性要求和条件 以及逆签订合同的主要条款 意思招标文件里面 应该包含这些东西 大家注意把这个划出来 要给招标公告做一个对比 这是大家要注意的 如果站在咨询的角度来考你 这个一点毛病都没有 就是考招标文件包含哪些东西 一点毛病都没有 所以大家要注意这个常识 那再下面说 国家对招标项目的技术标准有规定的 招标人应当按照其规定 在招标文件中提出性要求 这个了解就行了 说招标项目需要划分标段 确定工期的 招标人应当合理划分标准确定工期 并在招标文件中载名 那也就是说什么呀 我们招标文件中应当载名什么呀 你看还要载名工期 你要说清楚你的工期是多少 为什么呀 如果你的工期硬的非常可可 那我就一看我完不成呀 我没有能力完成 那我就不要再投标了 所以大家注意这个常识 注意这个常识 也就是说我们刚才讲的第19条里边 大家一定要注意它的第一段和最后一段 这两段画的主要内容 这个地方是一个重点内容 是一个重点内容 就招标文件应该体现哪些内容 第20条 这一条是比较重要的 说招标文件不得要求或者标 或者是标那个标明特定的生产 更者以及含有倾向或者排斥前代 投标人的其他内容 一定要注意 不得要求或者表明特定的生产 更供用者 一定要注意这个常识 当然你要注意了 招标文件中不能干这些事 那我现在就如果我现在就问你 我们在招标文件里边 没有的话 那就是在我们招标 我们那个咨询公司里边 发售招标文件里边没有 我在我的事业图纸里边 能不能有 能不能有 这个也不能有 为什么 我们建筑法里边有规定 实际上不能直接指定 那我再问你 在我们招标公众的青南里边 那个项目特定描述里边 能不能写上 在项目特定描述里边 就说采用简易大理事词诺 行不行 那你得注意 这就是逻辑 你的招标公众的青南 是否应该属于招标文件的组成部分 这就是我们考试的时候 是可以把青南规范 和招标策业法几十条里 楼的一期去出题了 因为实物正常 就是一期运转的一个东西 招标公众的青南 是招标文件组成部分 那你显然 你项目特定描述 属于招标公众的青南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内容 实际的内容 那你能不能在青南描述里边 要求 也不可以 所以大家你注意这个问题 好 第三十条 这句话 我翻是加红色的内容 相对更重要一些 好 注意这句话 不得要求或者是表明 特定的生产供应者 或者是含有倾向 或者排斥 潜在投标人的其他内容 再看下面一条 说招标人 根据招标项目的具体情况 可以组织潜在投标人 他看项目现场 一定要注意这句话 他的措辞 你要注意 我们这个法条 为什么这样讲 我为什么 没直接说 扔给你自己看看 背背就行了 我们法条的硬词 是非常严谨的 他说可以组织 连连连连连连的什么 我可以不组织 那也就是说 他看项目现场 他不是一个必须的环节 大家注意这个常识 第二十二条 招标人不得向他人透露 以获取招标文件的 潜在投标人的名称 数量 以及可能影响 跟平竞争的有关 招标投标的其他情况 什么意思 不得向他人透露 以获取招标文件的 潜在投标人 以获取招标文件的 潜在投标人 这个地方可能就有什么情况 那你比如说 我们如果说给你整这么一个内容 说我们去购买招标文件的时候 要求我们招标人 整了一张纸 写上 让你在这个地方统一头签字 什么单位来买招标文件了 在下面 来第二家的时候 再让他签字 各位 那让我投标的时候 我最后去买 我就顺便看一眼 有谁投标了 那这不就是透露了吗 大家一定要注意 不管你是主观故意 还是恶意的 主观故意 还是所谓的无意的 这都不可以 这就是底线 所以大家注意这个问题 你看这个点 在我们案例分析教材里面 才体现了 他说我们这个答疑的时候 有一个备忘录 什么单位问的什么问题 什么单位问的什么问题 都写清楚了 那也是突破了 违反了这一条 那你写理由是什么 怎么办 那你如果记不住这句话 那你就写不出来 就不准确 所以大家这句话要记住 不得向他人透露 以获取招标文件的 潜在投标人 当然包括除了名称 那还有数量 你比如说 有八家七买了 这个也是不可以的 这个也是不可以的 所以大家注意这个常识 因为关于这个问题 曾经我们这个 有次有一个科研项目 投标的时候 是一个重大的横延课题 项目投标的时候 这个招标方人 就非常的专业 实际上 他当时的时候 也是有点倾向性的 我这样子私底下问他 我说你这个 竞争充分不充分 他也不说 他也不告诉我 这有几个 他不告诉我有谁 他也不告诉我 有几个人来投标了 我跟你讲 这就是对的 这就是对的 所以大家注意这个常识 那么如果是有标底的 标底必须保密 标底必须保密 注意这个常识 第二十三条 招标人对于发出的招标文件 仅必要的成型或者修改 应当在招标文件 要求T1投标文件 截止时间至少15日前 你要注意这个地方 至少15日前 以书面形式通知 所有招标文件的手术人 该成型或者修改的那种 为招标文件的组成部分 这句话是很容易出题的 一定要注意这个地方 以书面形式通知 所有招标文件的手术人 第二十四条 招标人应当确定投标人 贬值投标文件 所需要的合理时间 当然这是原子性的 了解就行了 但是以法必要进招标项目 自招标文件 开始发出指示期 制投标人 其要投标文件 截止指指指 不对短 不达少于20日 大家要注意了 我们整个的招标投标法 几十条例里面 对于社会主体有限制的日期 都是日理天 都是日 都不是工作日 个别的错 存赢了更多的是什么 是我们如果投诉 如果质疑的时候 需要政府部门 做出一些相应的一些说法的时候 他应的个别的措辞 应的是工作日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 这里的日 甚至是日理天 如果考试 他给你具体化 什么 你看到周五 周六周日等等这些时间 不管周六周日 在我们的20天的范围内 就是我们这里的日 就是日理天 是不扣除法令吉他日 所以大家要注意 这样一个常识 注意这样一个常识 当然这个地方 我们实验的工程 往往都是什么样 最短 不达少于20日 执行这个东西 一定从哪里开始算 曾开始发出知识期 至提交投标文件的截止知识期 提交投标文件的截止之日 书也就是开标之日 所以大家注意这个常识 那么 你说我们考试的时候 考了这么多年了 它不一定直接就考你看到那个20日 有可能给你考另外一个关键词 但是我们在看的时候 一定要把这个条文看仔细了 一定要看仔细了 大家注意这个问题 当然这个你说是编制投标文件 所需要的合理时间 什么叫合理时间 我们现在国家搞工程整承包 我们调研了很多的工程项目 因为现在工程整承包 是我们建筑要转型升级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材体 那么也是国务院办公厅里面明确提到的 在很多省的办公厅的文件里面 也明确提出要推行 政府策则的项目要搞工程整承包 那么我们也就在发现在 在搞工程整承包的时候 那么它的时间多长 绝大多数地方还是20天 你想想是不是有点搞笑 为什么 搞工程整承包 我建设单位有可能是 基于什么 基于可验来进行发包 我基于可验来进行发包 连个图纸什么都没有 你选择生工单位的时候 它连个图什么都没有 你怎么去选它 你说有没有给你投标文件 合理的时间 没有 所以这个地方 是一个原则性的东西 它就没法去出题 能考的就是后面 从开始发出之日 只这段时间 不大少于20日 大家注意这个地方 关于更新整承包的问题 现在我们缺少商委法的支撑 没有办法 反正就执行招标投标法 即实施条件这个规定 所以大家都不违法 是吧 再看下面 刚才讲的是招标问题 那我们再来看投标的问题 看投标的问题 直接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第29条 说投标人在招标文件 要求提交投标文件的截止时间前 你要注意 在截止时间前 可以补充修改 或者撤回 以提要的投标文件 并书面通知招标人 补充修改内容 为投标文件的组成部分 也就是说 我们在投标节的时间以前 你来取自由 补充修改 撤回都可以 这是你的权利 大家要注意这个 常识 一定是投标节的时间以前 第31条 两个以上 法人或其他组织 可以组成一个联合体 以一个投标人的身份 共同投标 也就意味着什么 就是这些不同的法人 和组织组成的联合体 在将来投标的时候 这是看上一个投标人的 是以一个投标人的身份 共同投标 由同一专业的单位 组织的联合体 按照自知等级 较低的单位 确定自知等级 联合体各方 应当签订 共同投标协议 明确预定各方 你承担了工作和责任 并将共同投标协议 联合体投标文件 一并提交招标人 联合体中标的 联合体各方 应当共同与招标人签议合同 就中标项目 向招标人承担连带责任 大家注意这个地方 这是关于联合体投标的 一个招标投标法的一个规定 大家要注意 联合体投标 我们还是作为一个 重点来要求把握的 为什么呢 因为大家要注意 我们现在有一些 比较高大上的项目 搞联合体是很正常的 包括我们所说的 搞工程整承包 我们根据最新的 工程整承包管理办法 就是建设规 2019年的12号文件 大家要注意 那个文件里面 他就要求工程整承包 必须同时具备 实际适用的双资质 你要么自己两个资质都有 要么你就怎么样 设计和适用的联合体来进行 那么我们讲 如果要体现实在行业的进步的话 一个工程整 我们从招标的角度 给你考一个 工程整承包项目的招标 这是什么有毛病呢 那考工程整承包的时候 可以说实际适用的联合体 那就出现这个问题了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 对联合体投标 一定要把握到位 这是非常重要的 好 我们在这里 给大家做一个分析 关于联合体投标 它的实质和要义 我们实际上可以 用16个字来代替 第一个词 叫一个身份 好 联合体投标 一个身份 你要注意 有人讲 这不是刚才讲的一个身份了 刚才讲的还不到位 我再举个例子来说 如果说ABCD四加 组成两个题 那么这四加在投标的时候 看成一加 这是它一个身份的第一重意思 第二重意思是什么 我们ABCD这四加 任意一个单位 都不能自己再投 你比如说A 自己再去投 或者A 再给H 组成一个新的两体 再投标 不可以 如果你再出现 那就怎么样 相关投标均无效 大家要注意这个问题 相关投标均无效 你比如说A和H 又组成两个体在投 那又怎么样 ABCD这个联合体无效了 A和H联合体也是无效了 这是一个身份的内涵 大家要注意 一个身份 那么在后面就是要求怎么样 我们说联合体各方 要前进更同投标协议 在协议里边要约定什么东西 要约定各方 你称的工作和责任 这个地方 也就是我所说的协议分工 什么意思 你要说清楚 ABCD A干什么 B干什么 C干什么 D干什么 这个协议分工 一定要说清楚 并且说 这个协议分工 要连同投标文件 一并提交给招标人 什么意思 你的协议分工 是在投标节目提交的 不是说你中标以后 再去分的 为什么 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 或者说我们后面还有一种 所谓废标情形的出现 情况下 是什么 连同投标 未付连同投标协议的 所谓废标处理 为什么 大家注意 我们举一个例子 如果说 A A土鉴升等什么特级 装饰装修 一级 B 土鉴施工 二级 装饰装修 一级 我们就这样说 A土鉴 我们就这样吧 说个一级和二级 不说特级了 A土鉴是一级 装饰是二级 B 土鉴是二级 装饰是一级 那么这个时候 大家注意 A和B组成联合体的话 那你想想 联合体的资质等级 怎么判定 那有人说 特级专业单位 组成联合体 额尔资质等较低的 确定联合体的资质等级 好了 A土一 装饰是二级 B 那么土鉴是二级 装饰是一级 那就分别土鉴是 就地的二级 装饰就地的二级 如果就这么简单的话 同志们 A和B不都是傻蛋 你想 A和B为什么组成联合体 A和B组成联合体的意思 是什么 大家要注意 A和B只是为组成联合体 它组成联合体的目的 是什么 同志们 是为了发挥各家的优势 那你刚才 确定联合体资质等级的办法 那不就发挥了劣势 它有毛病 它组成联合体干什么 所以大家要注意 不要很极细 这个地方 如果A和B组成联合体 它肯定是这样说的 我A干土鉴 就是我的土鉴资质是一级 装饰是二级 我A干土鉴 我B干装饰 我如果有了这样一个协议分工 大家你想 如果有了这样一个协议分工的话 那你说联合体的资质等级是什么 因为我A干土鉴 我不干装饰 我还有资质 我没装饰资质书也可以 我B只干装饰 我还有土鉴资质 我没土鉴资质也可以 因为我只干装饰 我不干土鉴 那就意味着什么 实际上我们联合体资质等级的判定 是要在我们协议分工的基础上来进行 所以为什么我们说协议分工如此重要 就是说你如果没有协议分工 你连联合体资质的等级都判定不出来 那是否满足招标人要求 那无法判断 那你说还找什么标 偷什么标 所以说协议分工 如果投标时 为否连投标协议的作为非标处理 它的根本原因就在这个地方 所以这个问题 我希望大家要理解清楚它 因为如果考试的时候 一旦考难了 考到位了 你可能就会出问题 关于这一点 大家要注意不是我的主观一段 有人讲 老师你讲的AB这个联合体的这个例子 这个靠谱吗 你看一下教策的181页上 是不是这样说的 就在我们教策的案例6里边 181页上 它的答案上面这一段的 倒数第五行 它有一句话 倒数第五行有一句话 根据推理分析后面一句话 可以理解为 按照联合体的协议约定的各成员单位 实际承包的工程内容 所要求的资质等级 加以认定 你注意 这句话 在教策还没有写之前 我就这么讲的 大家要注意这个问题 我们教策的案例6 是2010年的原题 它当年没有考联合体之前 我就承诺了 就这个地方 我就给大家很深度分析过这个问题 所以你要注意联合体的这个内容 你别看他最近几年没有考 我们讲在工程等成功模式下 考联合体 这个是很正常的 好 第二次是协议分工 那么再后面是什么东西 你要注意ABCD的私家 要跟建设的能够来共同签约 你不能说枪头人自己签 一定要注意是共同签约 有人说我合同约定行不行 约定也不行 为什么 你合同约定只能约定这些 我们法律没有规定的东西 那么我们法律规定的东西 你必须照着去做 就是共同签约 但是共同签的方式 那么你可以是ABCD私家 一走一方给都签上 给建设单位的签完 那说白了 那还是那一份合同 是不是 这是共同签约 可以这种方式 那有没有人可能说 A单独签一个 B单独签一个 一般不这样 一般不这样 好 第三个词是共同签约 那么就证标项目 想招标人成的连带责任 就是ABCD这四家之间 有一个相互生命的 一个法律责任 大家要注意 这是个连带责任 这四个字 我就不再写了 我们这个地方 自己把它划出来 一所连投标的 这十六字方针 就指的是十六个字 一个身份 协议分工 共同签约 连带责任 大家要注意一下 你答题 你不能按照 我这十六个字 这么去打 对不对 但是把我这十六个字 理解到位了 各位 你把这十六个字 理解到位了 那你想一想 是不是 我们将来考试的时候 往往就围绕 这个观念来考 你把我们法条里面 援入寄计 那么措辞 也就非常简单了 你注意一下 你比如说这个连带责任 将来考试 他可以怎么说呀 说我们双方 按照约定的这个 说合同约定的分额 和地人分成的比例 像建议单位 成的连带责任 行不行 不行 为什么 因为连带责任内涵是什么 我们建议单位 就看着你A顺眼 我就问你 问A要 让A赔 你A你又得赔 你只要还有钱 你就得赔 赔完了之后 那么你A 再向BCD去追查 这是另外一个层面的概念 但是就 中标项目 是向我招别人 承担连带责任 这是一个法定责任 是不允许你 发封发封发 通过行程来 自己进行改变的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 各位讲到这个地方 我们说 如果跟十五结合的时候 你有没有想 一个新的问题呢 就真正说 设计和施工组织 联合起的时候 怎么办 你想我这个 从去年开始 我们以前的时候 这个设计院 是允许你直接 搞工作总成报的 一些大的设计院 也就是说 你是设计总报 签筹的 那么你把设计 处置出来之后 你可以直接进行 施工的分包 就进施工的法包 那么你设计院 这个时候相当于 有一个所谓的 代假放的一个功能了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以前是允许的 但是我们这个 工作总成报 管理办法出来以后 是不允许的 那你直接这个设计院 就没有 更生总成报的市场了 要做只能什么 搞联合体 所以从我们 2020年3月1号 这个更生总成报 管理办法实行以来 我已经受邀 给我们国内 很多的大型的 一些设计院 给他们讲 那如何进行 联合体的 更生总成报 项目的这个投标问题 以及这个联合体 项目的一个 风险管控问题 我们去讲这种 实物的研讨课程 在这里面 就有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 你对见识单位 就像招标人 承担联络责任 这是法定的 那我现在就问你 那对下呢 要不要承担联络责任 这是不是个问题啊 一说你设计院 和施工单位 两家总是两个体 那你施工单位 那么你下面 去购买了什么 原材料 找了专业分包 找了老五分包 那你施工单位 干了这个事 你施工单位 回来破产了 你扩着 你故意不给人钱 那将来 这个下面这个单位 能不能问我施工 要不要对下 承担联络责任 现在我们既有的 法律法规里面 是个空白 但是我们前几日子 浙江省的 根据总策创 管理办法里面 它的第24条 浙江省的 管理办法第24条 就明确讲 对下也要承担联络责任 各位呢 你想 如果我们政策 是这种变化的话 你想你的责任 会多大 试捐你的风险 会多大 是这个问题没有 所以大家要注意 你一定不要认为 我们所谓的这个 这一章的内容 很简单 很浅显的问题 那是因为 你还没有认真思考 深度思考一些 很重要的实验问题 换句话讲 你现在的这种 职业水平 职业层面 还太低了 只是干了一些 最基本的业务 你可能还没有提过到 所以一定要认识到 我们说这一章 对我们职业能力的提升 是非常重要的 是非常重要的 好 这是国家联络投标的 16的方针 一个身份 协议分工 共同签约 联络责任 这个是一定要掌握的 是一定要掌握的 那我们再来看后面 开标 应能在招标文件 确定的投标 提交投标文件 截止时间的 同一时间公开进行 那也就是说 投标截止时间 就是开标时间 这个我们讲过了 看第35条 说开标有招标人主持 邀请所有投标人参加 你要注意的 应的词是什么 邀请 那你邀请我 那我就可以接受 可以不接受 换句话讲 你开标的时候 我投标人不来 你能不能说 以这个理由把我废掉 不可以 因为是邀请作为投标人参加 我参加这个开标会 不是我的法令义务 大家注意这个常识 开标时 有投标人 或其推选的代表 检查投标文件的密封情况 一定要注意 是以投标人检查 为什么不能是招标人 那你想 检查的目的是什么 那不就是要看一看 我们投标人 递交给你招标人的份文件 是不是在原封不动的情况下 能够进到 我们这个平安委员会手里 平标的那份文件 有没有被别人提前打开看了 露出去了你的标的 看着你的投标报价 有没有可能你的标书被别人换掉 不就是为了这个目的吗 所以一定是投标人检查 当然这个格式性的检查 密封情况的检查 还可以是什么呢 因为它不是一个专业问题 只是一个密封情况的检查 也可以有招标人委托的 更正机构检查并公正 就是也可以有更正机构进行 是招标人委托的更正机构进行 确认误后 与工作人员当中拆访 选读投标人的名称 投标价格和投标文件的 其他主要内容 这是大家注意的 我们这个开标的一个情况 基本情况 那么说招标人在招标文件 要求提交投标文件的 机制时间前 收到的所有投标文件 开标时都应当当正与拆封选读 你注意 所有文件都要拆封选读 那么再看第三十七条 那么关于评标委员会 它的一个组件问题 直接看第二款就行了 说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 起评标委员会有招标人的 代表和有关技术金等方面 这边组成 成要人数为五人以上单数 你要注意 五人以上单数 其中技术经济等方面的专家 不得少于成要等数的三分之二 颜面之一就是什么 你招标人代表 不能超过三分之一 大家你要注意这个问题 就你招标人代表 你的技术水平再高 你的经济实物能力再强 在这里边 你是不能以专家身份出现的 你注意是以招标人代表的身份出现的 所以大家注意这个常识 说前款专家应当有招标人 从我们有关的 你看国务员有关部门 或者是省自治区指压市人民政府 有关部门提供的专家名册 你要注意了 也说我们这个专家从哪里出 有招标人 你要注意谁确定是招标人 从有关部门提供的专家名册 这是一个办法 或者招标代理机构的专家库内的 相关专业的专家名单能确定 也说也可以是我们招标代理机构的 专家库内的专家名单能确定 所以大家要注意 就是我们招标委员会的专家的来源 你要注意 要么是什么 有关部门提供的专家名册 要么是什么 我们招标代理机构的专家库 大家你要注意这个常识 那么一般招标项目 采取什么 随机抽取的方式 随机抽取 特出招标项目 可以有招标人直接确定 好了 这是招标委员会的组成 这个大家是要知道的 为什么 你想呀 因为招标委员会的组成人员会直接决定了我们招标人 多大程度上会影响我们将来的这个招标过程 或干预招标过程的问题 所以说他对我们招标的专家的来源 以及来源的这个人员的方式上 到底是随机抽取 或者直接确定 都做出一个明确的规定 大家要注意这段话是比较重要的 是比较重要的 所以投标人 有利害关系的人 不得进入相关项目的招标委员会 也进入了应当更换 有利害关系的人都不可以 招标委员会成员的名单 在招标结果确定前应当保密 一定要注意 什么时候保密 招标结果确定前 招标结果确定前应当保密 不是说我们招标要招完了 那就可以说了 因为你招完了 你招标结果不见得确定 所以大家注意这个问题 大家注意这个问题 招标结果确定前保密 注意这个常识 第三个九条 招标委员会可以要求投标人 对投标忘记 含义不明确的内容 做必要的澄清或者说明 但是澄清或者说明 不得超出投标文件的范围 或者改变投标文件的实际内容 大家注意这个地方 你要注意这样一个常识是 我们招标文件会要求投标文件会要求投标人做出诚信和说明 它是有前提的 在实施公众中 这就在招标公众中 我们接受不接受投标人主动提出的说明和澄清呢 就在招标的时候 我们招标文件会说呢 或者我们投标人说呢 我什么东西 我要做一个什么解释 人家没问你 你就闭嘴 当然 这个澄清我说明 也应该是什么东西 最后的方式应该是书面性的 对不对 那你说不结束 我没问你 你不能说 大家注意这个常识 下面第四次条 平衡委员会应当按照招标文件 确定的平衡标准和方法 进行评程的比较 一定要注意 实际按照招标文件确定的平衡标准和方法 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 那么我们招标文件里面 没有的标准和方法 能不能采用 不可以 如果说你这个标准 可以在平衡过程中 随便修改的话 那我们说想认识中标 谁中标 你把这个 他这个拿出来 是不是 看你想让哪一家中标 把他的优点拿出了无限的放大 把别的都给他废掉 或者把别的得分都给他比下去 那就失去了我们说 这个科学竞争择标投标的这个 本意了 大家注意这个常识 说是有标题的 应当参考标题 平衡委员会完成平衡后 应当向招标人提出书面平衡报告 你要注意 提出书面平衡报告 并推荐合格的正标候选人 那么招标人给你平衡委员会提出的书面平衡报告和推荐正标候选人 确定正标人 你要注意 中标人是谁确定的 是招标人确定的 也就是说 我们平衡表委员会只有推荐权 他没有定标权 当然 除非取得招标人的授权 记住后面这句话 招标人也可以授权平衡委员会直接确定正标人 那就怎么样 如果是你授权给他了 那他就直接确定 那就行了 大家注意这个地方 再看下面 那么第42条 这个我们就不再说了 我们看43条 44条 各位这两条是非常重要的 你看一下第43条 说在确定正标人前 在确定正标人前 正标人与投标人 不得就投标价格 投标方案等实行内容进行谈判 大家要注意 是确定正标人前 不能进行实质性谈判 不能进行实质性谈判 那你这里什么是实质内容 价格式 还有投标方案 其实这个地方不顾非常的明确 我们实际上 关于司法解释一里边 这个实质性内容 他给出了一个进步的一个诠释 你比如工程范围 那么工期 等等这些都属于实质性能 这个地方 你讲网络课程 我也就不再给大家去扩展了 因为那个东西 在实验过程中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 那么或者说呢 我们现在考试 因为教材里边没有写它 我们也不再去过度的一身 看下面第45条 正标人确定后 正标人应当向正标人 发出正标评论书 向正标人发正标通知书 并同时将正标结果通知 所有未正标的投标人 你一定要注意是什么 同时是一个关键词 所有未正标的投标人 一定要注意这个地方 是同时通知 而不是说过一点时间再通知 一定要注意这个关键词 43和45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再看下面 正标通知书对照标人和正标人 就有法律效率 正标通知书发出后 我们看后面这句话 照标人改变正标结果的 或者正标人放弃正标项目的 依法应当 就是应当依法承担法律 就是正标通知书 一经发出就生效 一经发出就生效 那再看下面第46条 非常重要 照标人和正标人 一能指正标通知书 发出指示起30日内 发出指示起30日内 按照照标文件和正标人的 投标文件定理书面合同 照标人和正标人 不得再行定立背离合同实行 内容的其他协议 你注意是什么意思 不得再另行定立背离合同实行 内容的其他协议 就是这个其他协议是个什么东西 就是除了我们正标合同以外的 这个东西 就是我们所说的 原来所说的黑白合同 阴阳合同问题 当然我们现在取消了 所谓的合同的备案制之后 那么什么是白合同 那我们就说正标的形成的合同 白合同 大家要注意这个问题 那么所谓照标文件和投标文件的 和正标人的投标文件定理书面合同 大家注意这个常识 发出指示起30日内 双方签合同 那么照标文件要求 正标人提交履约保证金的 正标人 正标人应当提交 应当提交 第四指七条 依法必须进行照标的项目 照标人应当指 确定正标人 知其15日内 你注意确定正标人 知其15日内 向有关行政监督部门 提交招标投标情况的书面报告 你要注意提交什么 招标投标情况的书面报告 好 你注意这个要求 这个要求 这第四指七条 这是我们前面讲的 以招标投标法 为这个内容 来讲的一些重要的一些条文 你注意 那么我没有把原案物 全部拿来给你看 因为有些地方 他不好去出题的 我在这里就给大家 那么摘录了一些 那么有时这些内容 比较容易出题的一些条款 拿出来 那么我在讲的时候 有部分条款 我也没有去读它 那我建议你把所有的条款 都要自己看一看 我凡是我讲到的一些地方 你要重点去看 这是招标投标法 当然严格意义上 我给大家讲 因为招标投标法 已经很多年了 实际上从考试的情况来看 我们这个实施条例 它比这个招标投标法的 可考性更强 为什么呢 因为实施条例 它的设计的问题 就更为具体 更稳为观 或者说更接地气 跟实践 结合的就更密切 所以我们说实施条例 比招标投标法 更加重要 接下来呢 我们就来看一下 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的 一些主要内容 我们来看 在这里面 他明确规定了 哪些可以招标 他说的很清楚 哪些可以招标 这个我建议各位是要记住的 可以招标的形式 情形有哪些 这个是要记住的 技术复杂 有特殊要求 或者受自然环境限制 只有少量前代投标人 可供选择的 大家要注意这个地方 这是第一个情况 第二个情况 招标公开招标方式的费用 占项目合同金额的比例 过大的 就这两种情况 是可以曾经邀请招标的 大家一定要注意 大家一定要注意 我们说招标方式 分为公开招标和邀请招标 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 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 所以这是邀请招标的情况 那我们再看 什么情况下可以不招标呢 这个也是我们需要了解的 哪些可以不招标 当然我们说 可以不招标的情况 在我们考试的时候 实际上它就很难考了 为什么呀 那如果说可以不招标的情况 放得来的话 那这个题就不需要出来 那既然可以不招标 它就不需要符合招标 投标法的一些相关规定 可以不招标吗 所以这个点我们了解一下就行了 你看第一条 需要采用不可替代的专利 或者专有技术的 这是一个可以不招标的 下面 采购人依法能够自行建设 生产或者提供 以通过招标方式 选定的特许项目 经营项目投资人 依法能够自行建设 生产或者提供的 你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 你施工企业 你去投一个标 修一个桥 采用三批项目 那么你已经是 特许经营项目的投资人了 你这个施工企业 那你现在就怎么样 那你就是我们所说 两标并一标的问题 那你既然已经 这个是投资人了 你自己有能干 对不对 那就这个施工项目 将来就不需要再二次招标了 就这个意思 那么需要向原证标人 采购工程货物或者服务 否则影响施工 或者更能配到要求的 例如说这个东西 专业性非常强 只能从那个地方买 否则就影响省功能 这个时候呢 就可以不招标 大家注意 这是可以不招标的 这种特殊情况的出现 这个东西 如果说非要考 也还是签在哪个地方 也还是签在 我们那个 在股价那个地方去说 大家注意这样一个常识 但是我想现在呢 我们考试啊 一般情况下 还渗入不了这么深 所以我就倒觉得 你把这个可以邀请这个项目 把它记住就行了 这个第九条 作为一个了解性能量就可以了 那我们现在看第十六条 招标人应当按照资格预审公告 招标公告或者投标邀请书 规定的时间地点 发售资格预审文件 或者招标文件 资格预审文件 或招标文件的发售期 不得少于五十 这个是要记住的 那也就是说 我们如果采用资格预审的方式 那么就是资格预审文件的发售期 也不得少于五十 不得少于五十 招标文件的发售期 也不得少于五十 这是大家有注意的 这个五十很重要 那么我们不管是 发售资格预审文件 还是招标文件 你这个费应 那应当注意什么 限于补偿印刷 邮寄的成本支出 就你的费应 要限于成本支出 不得盈利为目的 那么这里边 可能就有一个问题 是什么呀 如果将来哪一个招标文件 发布的时候呢 那你看一下 卖家卖的很贵 是不是 那么不妥当 理由就是这句话 理由就是这句话 对这个常识 看第十七条 招标人应当合理确定 提交资格预审 申请文件的时间 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 提交资格预审 申请文件的时间 你看后面一句话 是这样说的 自资格预审文件 停止发售指示器 不得少于五日 好 至于资格预审的 一个要求是五日 我们招标文件不是二十日吗 大家注意这个常识 当然我们现在 实际上资格预审的问题 现在应该不再是一个重点 为什么我们说资格审查 分为资格预审和资格后审 实际上 我们在目前的 我们招标的市场环境下 更多的现在建设单位 可能喜欢采用资格后审 为什么 你资格预审 它一个特点是什么 你需要讲资格预审的结果来公开 你一公开之后 它就有可能进行充分的合谋 对我们发布人是非常不利的 再一个 也容易导致 我们发布方的一些腐败问题 控标等等这些问题 所以我们更多的 可能是采用资格后审的方法 所以资格审查 现在不足为重点 不足为重点 但也就是我刚才说了 资格预审结束以后的话 要向所有的 这个资格预审 实际上发出资格预审的结果通证书 不管它合格还是没合格 你都要告诉你 这个资格预审的结果 如果通过资格预审 实际上少有三个的话 要重新招标 跟我们的要求招标 不少有三个是一样的 否则没有竞争性 大家注意这个常识 注意这个常识 那么下面第21条 这里边有一些样的数据 那有点注意了 那么说 照标人可以对 已发出的资格预审文件 或者是照标文件 进必要的成型回数 或者是修改 成型或者修改的内容 可能影响资格预审实际文件内容 资格预审实际文件 或者投标文件 别人知道 你要注意这里又有一个时间 就是你如果对资格预审文件 或者资格预审实际文件 进修改 这里头又说了一下 应当在提交资格预审实际文件 至少 接着时间至少三日前 那你要注意 资格预审至少是三日 那么投标阶审实际至少是多少 15日 你要注意这两个时间 以书面形式通知 所有获取资格预审文件 或者照标文件的前的投标人 如果不到了怎么办 那应当顺延提交的阶审时间 你要注意这个问题 顺延提交的阶审时间 那我们再来看第二十二条 前的投标人 或者其他利害关系人 对资格预审文件有意义的 应当在提交资格预审文件 申请戒指时间二日前提出 就资格预审是 如果有意义 戒指时间二日前提出 这个资格预审我们讲不是重点 重点是什么 照标文件 对照标文件有意义的 应当在投标戒指时间十日前提出 一定要注意这个地方 在投标戒指时间十日前提出 这几个数据一定要记住 就是你如果对照标文件有意义 你认为照标文件有问题 一定要戒指时间前十日前提出 照标人应当只收到一日之日起 三人内作出答复 你一定要注意这个地方 有一个要求三人内作出答复 作出答复前暂停照标投标活动 好 你注意第二条的 最后面这三行的内容 一定要重点掌握 这是一个重点内容 第二十五条 照标人应当在照标文件中 载明投标有效期 关注后面这句话非常重要 投标有效期 从提交投标文件的 截指指日期计算 一定要注意 是从截指指日期计算 不是什么 不是从我们开始 提交投标文件的那天开始算 什么意思 我今天提及了投标文件 我明天又想撤回来 只要还没有到投标记者时间 我的投标文件是来取自由的 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 再看后面第二十六条 照标人在照标文件中 要求投标人 提交投标保证金的 投标保证金 不得超过 照标项目共产加大2% 一定要注意这个地方 照标项目共产加大2% 那么这个招标项目共产加大2% 这个共产加到底是什么 大家要注意 我们实际的功能往往演变成了什么 招标控制价的问题 一定要注意 你不能说投标保证金要求递交是什么 以投标报价的2% 如果那样的话 你递交不同的市众企业 投标人 递交一个投标保证金 那不就可以反算出来 所以大家注意这个常识 就可以反算出它的报价来 那明显就失去了竞争的意义了 投标保证金的有效期 应当与投标有效期一致 这句话要划出来 非常重要 初期的频率是非常高的 投标保证金的有效期 应当与投标有效期一致 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地方 那么后面这个地方说 那么我们投标保证金的这个递交 应当层起基本账户转出 这个了解就行了 了解就行了 我们看下面第27条 那么就是第27条里边 就是我们招标人 那么为了自己做到心中有数 实际上有两个东西 是让自己心中有数的 一个是标底 一个是什么 最高投标限价 那么标底是必须保密的 这个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那么如果你编制了标底 你看第二段话 说接受委托编制标底的证件机构 不得参加 诉托编制标底项目的投标 也不得为该项目的投标人 编制投标文件 或者提供咨询 就是你只要编标底了 什么都不能干了 就这个项目有关了 站在投标人的角度 也要注意这个常识 那么这是标底 这个因为现在标底的设置 其实已经非常少了 在深刻等常项目里面 更多的是什么 设最高投标限价 也就是我们前单价规范里边 我们技嘉里边 学的那个招标控制价的问题 招标人是有最高投标限价的 应当在招标文件中 明确最高投标限价 或者最高投标限价计算方法 招标人不得规定最低投标限价 也说你不能设定 你可以限高 但你不能都低 你不能说最低价不能低多少 你可以限高 你要注意这个最高投标限价 他说的是什么 可以明确最高投标限价 也可以是明确最高投标限价的计算方法 大家你注意 关于这个最高投标限价的问题 我在2014年的时候 就在我们业内的 《更生管理学报》上 也就是我们更生管理领域里边 一个我们国内的顶级期刊里边 那么发过一篇专门的学书内文 国内最高投标限价的 就招标考价研究的一个专门的学书内文 在那里边对最高投标限价的一些作用 一些各种问题 做过一些深入系统的一些探讨 那在这里我想提醒你的是什么呢 为什么他说 可以公布最高投标限价的计算方法 而不是最高投标限价本身 也就是说 我的最高投标限价 这个数值 假定说是三个亿 我招标人什么时候公布 是不是我必须要满足 投标节的时间前 那15天要发布照标文件 有关内容的一个要求 我给大家讲不见得 虽然我们青南规范里面那么说 为什么 你看我们知识条例怎么说呢 我可以在照标文件中 载明最高投标限价 我也可以说清楚 最高投标限价的计算方法 我要告诉你 我最高投标限价的计算方法 才可以青南计算 那就完了 我方法已经说清楚了 为什么 其实这个地方 根本原因是什么 它为了避免我们投标人 去串标合谋的问题 你想一想同志们 如果我们的投标人 充分创标合谋的话 那他会怎么投标 是不是不超过 我们的最高投标限价 会尽可能的 接近我们的最高投标限价 那在这种情况下 那我们招标人 不就被坑死了吗 是这个问题没有 所以我的最高投标限价 我就不故意提前告诉你 我就是耿不得晚一点 为什么 我耿不得晚一点 有什么好处啊 那你投标人 那你即使为标创标 你心里一直没有输 你不知道我的高压线在什么地方 因为我后面在 投标节制时间前 很短的一个时间来 公布最高投标限价的时候 那你想一下什么问题 你如果原来围标的时候 你围得很过分 那很高的话 你可能调整都来不及啊 那就是给我们投标人 一种无形的压力 这也是我们的最高投标限价 他这个没有 所以招标文件 一起公布的一个 主观的一个原因 当然客户的原因是什么 有些时候是编不出来啊 先编了个清单扔出去 然后限价还没编出来 这可能也是一种可能 所以大家你要注意啊 也就是说呢 我通过讲这一条 给大家讲的意思是什么呢 我们实际中的很多的做法 它不见得一定是 给规范完全相接轨的一些内容 尤其是我们一些地方性的规定 它可能有一些 自己地域的一些特点 提醒各位的是什么呢 我们在看这个条文的时候 如果你发现 给你原来的脑子症一些印象 它不一样 这个时候你具体高度警惕 要做一个纠正 不要让你原有的一些既有的认识 影响了我们的得分 大家注意这个常识 那么再看下面第28条 说招标人不得组织 单个或者部分 前来招标人 他该先不先长 就是你要么不组织 你要组织 你就必须一起 典型的你比如说 我们去年发生新冠病毒以后 他给你整上一个具体化的故事 看起来很合理 你要注意合理 不见得合法 他说呢 考虑到疫情防控需要 那么我们呢 就有现场场地比较狭窄 我们分别于上午和下午 分两批组织投标人 他看现场 行不行 不行 合理 但不合法 这里说的很清楚 不得组织单个或部分 他看现场 大家注意这个常识 在后面 说招标人 可以依法对工程机 以及与工程建设有关的货物服务 全部或部分实行 整成包招标 关于是后面这句话 以暂股价形式包括在等程度范围内的 工程货物服务 属于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范围 且达到国家规定的规模标准的 应当依法进行招标 也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 以暂股价形式确定的 我们的工程货物或服务 达到了我们必须招标的一个规模和标准的 应该怎么样 属于这个范围去达到规模标准的 应当依法进行招标 大家要注意这个地方 注意这个暂股价的招标问题 这应该是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站在我们全过程的 或者站在我们跟踪造假咨询服务的角度而言 这是不是我们深过程的一个招标问题 也说你要注意 我们的造假咨询 它不一定仅仅是服务于什么 服务于建设单位 也可以是服务于施工单位 这也是国际惯例 这是大家要注意的一类问题 那看下面第30条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两阶段招标问题 尤其像对一些工程总统项目 我们说采用两阶段招标还真的没有问题 看一下 所以对两阶段招标一定要有个非常深刻的认识 说对技术复杂 或者是无法精确拟定技术规格的项目 招标人可以分两阶段进行招标 那我们就来看这两阶段分别干什么 第一阶段 投标人按照招标更高 或者投标邀请书的要求提交 不带报价的技术建议 好你要注意了 我们第一阶段提交的是什么 第一阶段提交的是 不带报价的技术建议 那么招标人 根据投标人提交的技术建议 确定技术标准和要求 那也说对招标人而言要干什么 他要确定技术标准和要求 编织招标文件 也就是第一阶段 投标人报一个不带报价的技术建议 我们招标人来确定技术标准和要求 编织招标文件 好这是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招标人向在第一阶段 提交技术建议的投标人 提供招标文件 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 也就是说 你如果第一阶段 没有递交技术建议书 第二阶段就不跟你玩了 你是不能来购买招标文件的 我不卖给你 你想投标不可以 因为你没有经过第一阶段 那么投标人 按照招标文件的要求提交 包括最征技术方案 和投标报价的投标文件 就第二个阶段 他递交投标报价 招标人要求投标人 提交投标保证金 应当在第二阶段提出 为什么是第二阶段提出 同志们你想一下 因为你第一阶段 结束你才确定 技术标准和要求 那如果你最后把你的 技术标准要求定得很高 我根本就完成不了 那我怎么去 我第二阶段 我显然我就不会去投标了 你再让我第一阶段 投标保证金 那显然是不合适的 所以大家一定要理解它 好 这个两阶段招标 它的要点一定要把握住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 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 讲到这个地方的两阶段招标 对于我们教材 那么我们教材在2019版 在改版的时候 它引入了一个国际工程招标的问题 在国际工程招标里边 它有一个概念 叫双峰制 叫双峰制 这个可以打开我们教材的2007页上 它在五七四里边 它写了一个什么是两个先锋制度 两个先锋制度 2007页上 这个地方我们做一个对比 做一个对比 什么是两个先锋制度 大家要注意 所有的两个先锋制度 它的基本概念 在我们教材的209页上 就是这个概念 在教材的209页上 问题是在207页上 你可以直接看209页 什么是双峰制 我这个地方就不读了 我简单的给大家一说就完 所有的双峰制 那就是两个先锋 一个先锋你装什么 你马上就想到了 一个先锋装钱 没错 现在对大家而言 可能用的更多的就是装钱 是不是 那就叫什么 叫商务标 好了 一个先锋一个来装钱 这是商务标 就是你的报价 一个先锋 商务标 报价 还有一个先锋装什么 叫技术标 就看你的技术方案 看你的技术方案 技术标 好了 大家要注意 这是要干什么用的 它为什么要把两个先锋 分开呢 为什么不像我们现在 技术标商务标 都合在一起 一起交上去完了 人家国外是怎么样 它一个什么 机遇什么考虑呢 图便宜 当然这个地方是写错了一个字 是技术标 是技术标 那么关于这个技术标 关于这个技术标 大家要注意 注意这个技术标 实际上图便宜 是世界各国人民的 普遍的一个特点 是不是 就是人家为了避免图便宜 而忽视技术性的问题 那怎么办 把技术标和商务标分开 说白了 我第一节目 我先第一次开标 我先看什么 先看你的技术标 我先看你的技术标 你的技术标合格了 符合我的要求了 我再怎么样呢 我再去开启你的第二个信封 看商务标 这是大家要注意 这是两个信封制度 那但是它不是一个什么两节的投标 它是一次投的 就是投了两个信封 就是我开的标的时候 我是分先技术标 再商务标来开的 大家要注意 实际上它是一个什么问题 它是为了一定程度上来解决 我们在评标的时候 受价格干扰 而做出了不利于我们技术方案实现的 这样一个中标人的这样一个做法 就是为了规避这样一个问题 所以大家要注意这个刷锋制策的内涵是什么 那就非常好理解了 这个概念 我建议各位还是要知道的 还是要知道的 要给我们的这个两节的招标 要做一个区别 做一个对比 不要搞混了 不要搞混了 好 再看第三十二条 说招标人不得以不合理的条件限制 排斥前的投标人或者投标人 那么哪些是以不合理的条件限制 排斥前的投标人 各位 这个就是一个重点内容 为什么 因为这也是我们现在市场的营商环境里边 要求的 那么清理的一些比较重要的东西 我们在前几日子的时候 发表委前图 又发了一些文件里面 我看里面好多的涉及到 有我们招标投标领域的一些东西 按理看也说 属于以不合理的条件限制 限制排斥前的投标人的情况 你看第一种情况 就同意招标项目 向前的投标人或投标人 提供有差别的项目信息 有差别的项目信息 这个很简单 第二条 设定的资格技术使用条件 与招标项目的具体特点 和实际需要不想适应 或者与合同旅行无关 这是最常见的一种 说白了 实际上不需要条件 标准定的这么高 但是怎么样 为了让你中标 因为你的优点很明显 那就故意定的很高 故意定的很高 就像我们现在有些单位 如果要招人的时候 像锁定要招哪一个人 对不对 像他在适定这个岗位的时候 来了之后可能是干这个岗 但是他适定了一些 于这个岗位本身上 不需要的一些能力 那就非常麻烦了 对不对 那就说白了就是萝卜招聘 就这个意思 看第三条 依法逼近招标的项目 以特定行政区域 或特定行的业绩 奖项左右加密条件 或者证标条件的 什么叫特定行政区域 你比如说北京市 天津市 你比如说天津市文明工地 有的时候文明工地 这重视环保 这个没问题 不可以 为什么 加上天津市了 你如果说曾经获得过 安全文明工地 这个是可以的 那特定行业 那你在说 必须获得什么 围参部的 必须获得什么 我们这个法改委的 住建部的等等 这些特定行业 这个都不可以 大家注意这个地方 这个我们正在讲的 第32条是非常重要的 要任何客家仔细 全面通读 我们再来看第4条 是对前的投票人 或对投票人 采取不同的资格审查 或者平常标准 说白了 标准不一样 这个一看就知道 第5条 这个非常重要了 限定或指定特定的专利 商标 品牌 原产地 或者供应商 这个属于什么 以不合理的条件 限制排斥前的投票人 那么什么叫限定 或者指定专用的这个东西呢 大家要注意我们在实验证过程中 其实有一类问题 那就是说 你比如说 我们甲方想买这个磁砖 那么这个磁砖 它可能给你三种品牌型号 这叫不叫限定或试定 这个东西实验证非常的普遍 为什么呀 因为我们设计文件里边 不允许指定品牌规格型号 但是我们甲方又为了保证功能 是不是 又为了保证质量 他还不想自己买 那怎么办 他在照片文件里边 就给出了一个范围 我们实验中这种情况非常常见 但到底属不属于这种情况 那我给大家强调 现在我们在法学界的一些专家 对这个东西也有意义 当然像这些有意义很大的东西 我们命期者在命期的时候 它也是回避的 但你注意这个点 所以你不要过多的去延伸 第六条 依法毕业招购的项目 非法限定前代投票人 或者投票人的所有这形式 或者组织形式的 你比如说 要举止国有企业 那就所有这形式 这是不可以的 大家要注意这个问题 那么这是我们所讲的 这个属于不合理条件 限制排斥前代投票人的这些形象 这个一定要全面通读 一些重要的一些地方 一定要记记一些关键的词 好 这是招标的问题 那么再看下面投票 那么我们投票的时候是什么 你直接看第二款 说单位负责人为同意人 或者是存在控股管理关系的 不同单位 不得参加腾义标段 或者是未发言标段的腾义招标 那就是什么 存在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单位 你比如说我们现在一些洋企业 某公司跟下属的企业之间 它存在了一种管理关系 它是不能直接参加腾义标段的投票了 大家注意这个问题 大家注意这个问题 虽然管理商它是一个负责 或者母子公司 存在一些管理关系 我们现在这种企业非常多 一些洋企业 好多这种情况 大家注意这个常识 看下面第三是五条 投票人撤回已提到投票文件 应当在投票戒指时间前 书面通知招标人 招标人已收取投票保证金的 应当只收到投票人 书面撤回通知指示器 五人里退换 一定要注意什么 是收到书面撤回通知指示器 五人里退换 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 投票截止后 投票人撤销投票文件的 招标人可以不退换投票保证金 截止后的可以不退换 当然也可以退换 他说可以不退换 大家注意这个常识 那么在下面这个第36条 就是没有通过资格预审的申请人 贴了投票文件 以及预期送达 或者不按照照标文件 要求密封的投票文件 招标人应当拒收 应当拒收 那么看下面这个第37条里面 第37条里面 你看第二段 说招标人接受联额体投票 并进行资格预审的 联额体应当得提交资格预审 申请文件前组成 资格预审后 联额体增减更换成员的 7投票无效 把这句话划出来 就资格预审后 你如果联额体再增减更换成员 投票无效 再看后面一句话 是我们前面讲的意思 也得划出来 联额体各方在 同意招标项目中 以自己的名义单独投标 或者参加其他联额体投标的 相关投标均无效 这就是我们说的一个神范 这句话是很重要的 再看第40条 哪些情况 视为投标人相互成能投标呢 视为相互成能投标 你看 不能投标人的投标文件 有同意单位或者个人编制的 不能投标人委托同意单位 或者个人办理投标事宜的 就是你编投标文件 办理投标事宜的都不行 你再尤其看三和四这两条 说不能投标人的投标文件 在明的兴访国内成员为同意人 不能投标人的投标文件 异常一致 或者投标报价成规律性差异 这些都是什么 视为相互串通投标 以及不能投标人的投标文件 相互混装 各位 这个东西在我们国内 觉得很正常 你给外国人讲这个东西的时候 他就很难理解 不能投标人的投标文件 怎么能混装呢 那这种等公司人都很清楚 对不对 我们有些时候 施工单位怎么样 那可能就跟另外三家单位说了 好 你这三家单位这个标 将来你来盖章就行了 你所有的投标文件 都是我编的 你盖完之后 我来进行装 我来进行 做前期的工作 为什么 因为我要中标 你另外三家是赔标的 这种都是不可以的 大家注意这个问题 那么好 这是第四十条 再看下面 第四章里面的相关内容 开标评标和定标这个环节上 那么在这里边的话 四十七条 四十八条 我就不再去讲了 我们现在看一下 可是四十八条里面 第一段就不讲了 我们看一下四十八条里面 第二款 说招标人应当 根据招标项目规模 和技术复杂程度中 因素合理确定评标时间 那这是个原则性的话 我们看后面这句话 这个是一定要掌握的 超过三分之一的 评标五员会成员 认为评标时间不够的 招标人应当时当延长 一定要注意 超过三分之一 认为评标时间不够 招标人就应当延长 注意这个地方 这里是三分之一 这句话是很重要的 再看后面 评标过程中 评标五员会成员 如果你需要有回避 是有善意职守 或者你健康的原因 不能继续评标的 应当即使更换 管理是怎么样 也就是说 我们现在要讲的是 更换的部分怎么办 被更换的评标五员会成员 做出了评审结论无效 有更换后的评标五员会成员 重新进行评审 好 注意这个常识 第四十九条的最后一句话 非常简单 招标文件 没有规定的评标准和方法 不得作为评标的依据 就是没有规定的 就不能作为评标的依据 注意这个常识 这个我们前面讲过 看第五十条 那么招标项目是有标底的 应该在开标时公布 那么标底只能作为评标的参考 不得以投标报价 是否接近标题 作为评标条件 就作为一个参考 但不能作为唯一参考 不能作为跟他最接近 作为评标条件 注意这个常识 那么下面第五十一条 有下列请之一的 评标五员会否决去投标 也说哪些情况下 评标五员会可以将其认定为废标 第一条 投标文件未经投标单位盖章 贺单位负担人签字 你一定要注意这个地方 我们不排除有些学员 不正合哪里整理一些乱写八道的题 以前的时候叫什么 叫货 你要注意现在是贺 同时具备才可以 你如果有单位负担人签字 但是没有单位盖章 那么能不能直接废标 不是的 两者同时具备 才是直接废标 你一定要看法桥的原文 你不要看一些乱写八道的资料 投标联合体没有提要跟投标协议的 作为费标处理 这个我们讲过了 我们讲过了 这前两条比较重要 那么这个第四 四和五 这个没有什么好讲的 第四条 你上投标报价低于成本价 那就属于怎么样 或者高与最高投标限价 那都是费标 这个非常简单 第六条 投标文件对照标文件的实行 要求条件做出响应 就是没有做出响应的 就作为费标处理 你比如人家要求供期200天 你编那个生种组织设计230天 那肯定就不行了 大家注意这个地方 那么下面第五十二条 五十二条说 投标文件中有含义不明确的内容 明显文字或者计算错误 平衡委员会认为需要投标人 都是必要诚心说明的 应当书面通知给投标人 书面通知 投标人的诚心说明 也应当采用书面形式 并不得超出投标文件的范围 或者改变投标文件的实行内容 也就是你的诚心说明 不得改变实行内容 你如果改变了实行内容 就相当于什么二次投标了 大家注意这个地方 再看下面这段话是说什么 最后一句话说 不得接受投标人 主动提出的诚心说明 注意这一条 那么第五十三条 那么平衡完成以后 平衡委员会应当向招标人提出 提交实验平衡报告 和证标候选人名单 证标候选人应当不超过三个 不超过三个 并标明顺序 不超过三个 最多三个 那么关于平衡报告的话 应当有全体成员签字 这个非常简单 那么有没有可能我们说 平衡报告达不成一致意见呢 有可能的 有可能的 就对平衡结果 如果有不同意见的 平衡委员会成员 应当于书面形式 顺便起不同意见和理由 那么平衡报告上 应当注明给不同意见 平衡委员会成员 拒绝在平衡报告上签字 又没有做出书面说明 起不同意见和理由的 是为同意 评标结果 大家注意这个方式 也就是说 我又不同意 我又不愿说明 那就是为同意 大家注意这个特殊情况的处理 第五十四条 依法逼于紧招标的项目 招标人 应当只收到平衡报告 支持起三日内 公式增标候选人 这个很重要 收到平衡报告 支持起三日内 公式增标候选人 公式期不到少于三日 非常重要 这个地方非常重要 然后再看 如果有意义的时候 要提出总办呢 我们看一段的最后一句话 招标人 应当只收到一日支持起 三日内做出答复 收到一日支持起 三日内做出答复 做出答复前 应当暂停招标投标活动 做出答复前 暂停招标投标活动 注意这个地方 是暂停 又是三日 那我们看第五十五条 那我们正常情况下 就国有资金 占坑五地位 或者主导地位的 依法逼紧招标的项目 应当去领排名第一的 证标候选人为证标人 那么有哪些情况下 可以不选排名第一的人 为证标候选人呢 就是如果排名第一的 证标候选人放弃证标 你不可抗力 不能履行合同 不按照招标文件的要求 提要旅游保证金 或者被查实存在 影响证标结果的 违法行为等行刑 不符合证标条件的 招标人可以 按照平安委员会 提出的证标候选人的名单排序 一次确定 其他证标候选人为证标人 也可以重新招标 当然我们现在说这一条的话 我们认为呢 现在可考性应该比较弱了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国家 就中间部呢 现在提出了一种新的方式 要探索 平定分离的方式 这个在我们一些国家 已经在一些地区 已经实施了 你像在诸海啊 已经实施的相对 还比较成熟了 就是探索平定分离的方式 那也就意味着什么 我们将来评标委员会 只是给一个评标报告 他不得推荐一到三名证标会 他不得推荐一个排序的问题 那就说白了怎么样 就没有排名第一第二的问题了 所以说呢 这一条我们认为啊 在新的这个大的世界背景下 一般不会再作为 重要的考点来考你 把这看一看 再看第57条 第57条说 招标人和证标人 依照招标投标法 和本条例的规定 签订书面合同 合同的标底 价款 质量 旅行期限等主要条款 应当与招标文件 和证标人的 投标文件的内容一致 大家一定要注意 就是我们说 双方签订的合同的话 应当与我们招标文件 证标人的 投标文件的内容一致 这里边哪些东西 标底 价款 质量 旅行期限 就这些东西 你是不能动的 这属于实际内容 再看下面一段话 非常重要 招标人最迟 应当在书面合同 签订后的五日内 向证标人 和未证标的投标人 退还投标保证金 即银行 腾期存款利息 一定要注意 是签订合同后的五日内 退还 投标保证金 即银行 腾期存款利息 注意这个地方 很重要这句话 第58条 那么招标文件 要求证标人 挑履约保证金的 那么履约保证金 不得超过 证标合同金额的10% 大家要注意 是证标合同金额的10% 大家注意这个地方 是证标合同金额 那么后边 还有一个投诉 处理里边 还有这么一条 说是投标人 或者其他利害关系人 认为招标投邀 或能不符合 法律行政法规定的 就是说你认为 有问题怎么办 后面这句话 记住 可以自己知道 或应当知道 这日期10日内 相有关行政公司 进行投诉 你如果觉得有问题 10日之内进行投诉 大家注意这个问题 10日之内进行投诉 好 这样的话 那么我们这个 关于招标投邀法 及十字条里的条文 我们就讲这么多 我们就讲这么多 那么我们接下来 就看一下 我们几个典型的例题 就是我们采用的 调如学习和案例学习 想结合的方式 我们把调如机能学习之后 再看一下 与调如相关的 高度相关的 一些相应的案例 你就会有一些 深刻的理解和体会